好 再來來看這個山西老人會 說在山西國小的活動中心 基本中用境路開模標用台會 伴乎上百代的邀請老人會 是就要做回來享用美食欣賞表演 山西老人會在山西國小的活動中心 基本中用境路開模標用台會 館長的民國也清楚到現場 向中部的表達建議 人家我們吃越老越多 我們就吃了要有品質 要有越老 要越快樂 所以總管政府啊 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福利 一行一行都會成功 我們這個山西可以恭喜 在我們這個紅袍水買 我們是這麼的 因為我們的修團的總裁 不必是這些人 所以在這裡他有做一個傳統的 這個老人的相關的這個 和醫療的部分 那所以在中間呢 有透過的老人會 可以說在這裡 學了很多這個客廳 那也在這裡呢 可以說 過後非常開心 為了感謝幹部長期的幫忙 跟合作 特別班長標榮 這友幹部 還有敬禮跟中親開幕 因為有這麼多老人的人所 我們不要這麼做 有做得可以看出 現在時代是老人會的一位 所以 就是今天想要在外面 沒有再一個人 來運用一個老人 去做長照的 跟運動的所長的比賽 因為現在配合建復的長照2.0 秀傳醫院則無旁貸 其實老人會的普通在做的事情 就是當初我們要給予 長照2.0的先期的藍埔 所以我們當期和老人會來做合作 不管是我們地方上 不管是經濟發展 或是老人的照顧 我們都會專利跟老人會來合作 面對高齡化社會 順便老人會跟學社會主委 整個都圓的客廳到華東 協助在地中部 勇敢面對老人的生活 走出家門和人的活動 煩惱度過後半四人 都中華新聞 葉芳吳 順便 蔡芳報道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